你覺得如果買樓來做投資 你覺得投資價值是沒有的 直播率是比較低的 是零的 即是你會零 尤其是豪宅 豪宅你如果不是自住 你千萬不要買 人們在2010、2011買的豪宅 6千多萬 到現在剛剛這個月有兩單成交 就賣了7千萬 當你是完全沒有花費 你也是賺8百多萬 那你6千多萬賺8百多萬 7年時間 很多東西都可以 但如果你問我 我都會比較喜歡買舖位 因為現在人們叫做底的 那些小價格樓 500萬 租到15000 然後又說有三厘 但三厘你還未計算 差廣管理費 維修物業 其實到手來說未必有三厘 中水量投資 人們兩三厘都覺得好的 他就值得去投資 我經常說兩三厘可以買股票 我叫他坐在那裡等收錢 一年四厘吃 但我們買舖不是 買舖通常一般就是你給他一個殼 那你甚麼都不用理 你不用裝修 是他自己搞的 然後租完之後就拆給你一個殼 你便租給別人 其實算來算去都是值得的 投資算是回報的 很現實 都說了我現在租樓 都不知道多麼風光 兩億的樓 租8萬到10萬 兩億的樓 你要付一億首期 你供一個數目也供死你了 那選擇物業投資和自住方面 你會有甚麼考慮因素呢 自住要求較高 其實投資呢 其實這麼多投資的東西 我其實是大部份是沒有進去的 買這個單位我都沒有進來的 那發展商登報紙說賣 那時是很差的 市場好像擠牙哥一樣 便宜一個便宜一個 我就立刻去簽約 簽了去律師樓付了錢 才第一次開門進來這裡 為甚麼會這麼夠膽呢 我們買樓不用看的 你全部是拆過裝修的 那你最重要是知道大門方向在哪裏 那後來我到投資商鋪了 更加沒得看 我們正在做生意的 你不可以說我進來看看行不行 那我們全部沒有看的 就是看圖織 就是看人流 覺得它回報率夠我們便買 風水在你選樓和投資上 投資不用看的 投資甚麼都不看 只是看回報 是我自己用的東西 就會去看風水方向行不行 你不要買選材雙丁 那你不是選材雙丁 其實其他都可以的 但是投資我全部是計回報 推測那個租金潛力的升幅 有多少有沒有潛敵 因為如果沒有加租的潛力 你的店舖就沒有前途的 所以你最重要是計那個店舖 估計它有沒有潛力 買店舖和買樓的好處呢 買樓就很容易計算的 是人都知道的了 你因為你不是個別的東西 你這一棟樓 有多少個單位租出來 多少個單位賣出來 賣多少錢租多少錢 是沒得估計的 但是你舖是好笑的 譬如我買一個最成功的位置 就是在西尼街 那它買的時候 無論是銀行也好 地產也好 它都估計應該 最多是租七萬或一百萬 那我眼一看 沒有理由 它起碼都超過十幾萬以上 那我第一個出去 就已經租到十一萬五 那你十一萬五的租金 和七百萬的租金 你買的價錢 可能是增成百分之五十的 因為你是計回報 而看賣價的 那變成我的賣價 就買便宜了很多 但你提到商舖的問題 就是其實過往那幾年 商舖的次度比較差一點 就是見到核心地區也好 見到很多吉舖 或者甚至短租的情況出現 今年上半年開始就好一點了 就是見到那個舖租也升上去 那你見到這個情況 你覺得是不是見底呢 見不見底我就不知道 開始有那麼多小小的意願 值得投資我就知道 因為過去那五六年左右 簡直是完全不用看的 是完全沒有東西值得投資的 開了的價錢都是離地 非常之不現實的 但是現在開始有少許現實的價錢了 因為最近一個成交 是士山頓街 它好像八百尺加八百尺 租近八萬八 本來業主要求五千萬 減到四千萬 最後成交三千七 那你三千七租到八萬八 還有加租潛力也有數計 但是以前不是的 以前他真的開五千萬的時候 租八萬八 你計不到數的嘛 你自己有沒有留意開哪一個地區 有沒有興趣想再入市呢 都有興趣的 不過不夠現金而已 因為你現在不是給三成首期 你直接要計 袋子有多少錢 你只可以買多少錢的東西 因為我們又不會借財務公司的 所以其實可以買的東西很少 那在選擇商店方面 你會有什麼準則 或者會看什麼因素呢 一定要自己很熟悉的地區 我只是最熟悉中環SOHO一帶而已 所以買店全部都圍繞那個區去賣 我以前試過買一個 SOUKI灣東大街 我買了的時候是五百五十萬 那那個業主就給我租兩年 二萬五 那我有數計 那兩年之後他走了 我真的擺了半年也租不出 以前又沒有錢 那你每個月要勾幾萬元出來 那你每個月勾勾不成功 那我都不等了 就賣了七百五十萬 也知道你在商店方面 也是很有投資經驗 那其實接下來的商店市道 你有什麼看法 最好的地段 要是做民生的東西 因為你店的價值有機會是遞減的 因為現在全部是電商 那很多人上網買東西 根本就不走店舖 所以其實它都是兩極化的 如果鋪你最穩固 要是商場自己可以鋪帽 要是你做飲食 那其他零售那些 其實也挺棘手的 那會不會有什麼特別的因素 你會想留意市場要關注多一點 我現在不關注的了 現在股票又等它跌 樓價我又不理它 因為樓價升和跌 已經與我無關 我已經不投資了 那股票來說 你和我都是 到現在真的賺的 已經代手落袋了 不賺的都不適宜追 現在其實一百是等跌的年 今天謝謝蘇師傅的分析 節目時間差不多 先談到這裡 在這邊 謝謝蘇師傅eté